这这三十五年 那这六十六万而已 草存镇内有许多年久失修的道路 以及排水系统 其中损坏较研研中的双冬里 经过地方反映 名义代表陈晴 县长就会同县府相关单位 来到实地会刊 经过实地勘察之后 县长也立即允诺 将会紧速筹措经费改善 让地方居民能够更加安全 因为这些路面都已经连久失修了 丹麦嘎已经损坏了 丹麦嘎的酒头都已经咬出来了 很危险了 所以今天是来回抗 这一条利的路 所以我们管政府 因为这个经费 也是真的困难 但是为了我们地方的索要 为了地方的交通 要有大家更安全的路 所以我们也是 换来换出来做 所以我们会尽速地 来利用这次 这个当委使用 比较不好 要快来试试 损坏已久的排水系统 以及路面 经过县长 以及相关单位 会康过后 终于得到改善 县议员检世盛 相当肯定县长 苦民所苦的精神 体恤地方乡亲的不便 让困扰地方 许久的排水系统 以及路面得以改善 管政府这次 都能来看 看来我们地方 这个岗子 因为山顶的水在沖 很大 以前在做 现在是久了 以前在做 这个岗子都被掘掉 所以说 我们的栋子 会把水放下来 这次管政府来看看 非常用心 冠金 也有交代 要来冠金 把这些排水系统 做好 让我们地方 会感到安全 最要紧 它的资产也够得住 八成的需要 最要紧 相信我们的钱 不是欲不开 还在我们地方 所建设方面 经过地方反映 名义代表陈晴 县长与县府相关单位 来到实地会刊 能够让困倒地方 已久的排水系统 以及路面 得到改善 但也希望 后续的改善工程 能够紧速发包失作 确保民众出入 以及生命财产安全 接着六圣 草屯采访报道